大家好我是麒麟兒 三國制戰略版終於迎來了首次的聯動 那這次聯動呢是光榮的另外一款大作 三國無雙所聯動 那這次聯動呢有非常非常活動 等各位去體驗 這次影片呢主要是要介紹 我們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兩支武將 第一支是 無雙的官屏跟無雙的女妹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GOGO 首先是無雙官屏 無雙官屏 祭兵S 槍兵S 武力195.68加2.32 還算OK 這個是50等 他還沒有加任何數值的一個數字 那次力121.49加1.01 同帥166.73加1.77 速度98.65加0.85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數值都算還OK 不算特別的破格非常的高 也沒有特別的低也不會特別的爛 那他這支武將的重點呢 我們還是要看到他的專屬戰法 武勝之子 戰鬥首回合對敵軍武力最高的武將施加繳械 並降低敵軍統帥最高的武將30點統帥 以上效果持續一個回合 並且有50%到90%的機率 增加1到3個持續的回合 主將為官屏時呢 效果將持續2到4個回合 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官屏最適合搭配的隊長 當然就是他的老爸 也就是官公才可以發揮他最佳的效果 那這邊有一個小知識呢 就是他的專屬戰法他是首回合 才會對敵軍武力最高的武將施加繳械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拿官屏去針對虎成功的話那就會喔 注意喔 第一個是他是首回合輪到他動 他才能繳械 但是他的速度98 就算你全點速度也只有148 他是非常非常難跑的比太史詩快的 並且喔 太史詩通常來說他的武力也不會比甘霖高 所以你要拿官屏去針對太史詩是相對比較沒有辦法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像這邊呢他就有一個參考的陣容 是官公、張飛跟官屏 那我自己也有組了一個自己組的隊伍 那這邊主要是官公、官媚加官屏 那官公槍兵S、官媚槍兵S、官屏槍兵S 官公、威震華夏千里走斷器搭配崛起吉島 官媚則是聚水斷俠加秦州兵 官屏帶雞形陣跟橫草千軍 那各位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不要就是 讓聚水跟橫草待在一起啊 或是雞形跟秦州兵都要同一個人 因為呢我想要 我怕我的官媚先被人家控場 那我下面的控場都打不到了嘛 而且官屏的武力 終究還是會比官媚高啊 所以我想讓官屏帶雞形陣 這樣我們的減傷才會夠 冰珠帶的是虛實 後發限制、鬼謀跟降威 官媚是九變、分而極戰、速戰跟百戰 官屏則是虛實以至極亂降威跟占卜 然後剛剛打到對方就是呂布、呂妹跟許優的一個忌兵 那我們的官公呢就是千里加崛起 官媚是帶雞形跟橫掃 官媚是聚水跟青州兵 這一隊的三個人都有一點的輸出能力 所以不會輸出主要都壓到誰的身上 是我比較想要的一個結果 讓各位看一下 他是戰鬥手揮合對敵軍武將的 最高的武將 他是戰鬥手揮合對敵軍武力最高的武將十加小蟹 那給各位看一下什麼情況 那第一回合喔各位看一下 這邊官媚是有辦法行動的 那呂布呢呂布也是有辦法行動 呂布發動一堆戰法 好沒關係不重要 那各位看一下到這邊喔 因為官品的速度慢 所以他到這邊呢才會發動他的武勝之子的 武勝的 預備效果 那才會在這邊才會開始絞現 所以如果你跑得比對方的太史詩慢 就算對方太史詩武力最高好了 你還是沒辦法腳析到他 這是官品的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長得很帥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好不好 這就是帶大家看的一個稍微的戰報 讓大家了解 官品是什麼樣的一個運作機制 第二位武將呢是我們的 是還不錯 但是我們要看的重點是他的專屬戰法 鬼神之女 那這個專屬戰法也是指揮戰法 每回合行動時呢有30%到48%的機率 受到武力的影響 執行一下效果 如果他是武力全隊最高的話呢 他會釋放所謂的 無雙亂武 對敵軍的全體2到3人造成 病人傷害傷害率 62%到98% 受武力影響 如果他不是全隊武力最高的話 他就是 武力會提升30點 持續到戰鬥結束 並且會使武力最高的友軍 獲得反擊的效果 這個反擊效果會 36%到72% 那這個人呢 自帶主動戰法發動力提升8% 那他如果自身是主將的時候 會提升15% 持續一個回合 所以像各位看到他這個參考陣容 呂妹帶呂布加 許優 他一開始呢 呂妹的武力絕對不會比呂布快 不會比呂布高嘛 那我們的 呂妹就會讓呂布的發動力大幅的提升 呂布最怕就是他的天下武裝發動力 實在是太演戲了 那一次加15% 那就會讓他的發動力大幅的提高 非常的強 而且還有反擊的效果 是相當的不錯 那等到呂布前三回合打完 已經沒有什麼東西了 就他那個虎豹增加的 突擊效果已經沒有了 情況下呢 就會輪到我們的呂妹去發動 那他打呂布 我是覺得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搭配啦 剛剛發現 我自己呂妹打的戰報呢 我的鬼神之女都沒怎麼發動啊 所以我們來直接看一下這一場 別人的鬼神之女的發動效果 直接看到第三回合 來這邊看一下喔 因為這邊呢 他的呂布的武力還是比呂妹高 所以這邊呂妹他的武力增加30 然後並且讓呂布的自帶主動戰法發動力增加15% 非常的高 而且讓呂布增加一個反擊的效果 然後我們看到第四回合 他的呂妹 呂妹 但是他的呂妹的武力還是沒有比呂布高 那第六回合 對 第六回合就沒有了 證明呢就是 呂妹呢 會一直增加他自己的武力 直到他的武力最高 他才會放 無雙亂武 那你搭配呂布 就可以讓呂布在前起先去打傷害 後面再讓呂妹去打傷害 當然因為這一隊 我在玩 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隊伍 所以 很快就被他秒殺了 好這就是我這一次對於三國之戰略版跟三國無雙連動的一個介紹 那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影片的通知喔 那如果你有什麼陣容上的問題啊 還是遊戲上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那大家下次見喔 大家拜拜 下次見 一定討論